首先,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电机。 有电流流过,电机就会旋转。 简单地说,电机是利用磁力与电流进行旋转的。 改变供给电机的电压频率,就可以提高和降低电机的转速。 那么,究竟什么是频率呢? 这是一般家庭中所使用的电源插座。 大家是否知道,电源插座是通过100V50赫兹,200V60赫兹这样的单位进行表示的。 福特表示电压,赫兹表示频率。 频率可以通过这样的图进行表示。 频率60赫兹就是指一秒间进行60次正负更替。 若将频率设定为120赫兹,则一秒间进行120次正负更替。 此时电机的转速变为两倍。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对电机的转速进行控制的装置。 4-3-3-4-1-2-1-6-3·5-6-1-7-4-2-1-8-4-1-4-1-3-9-2-1-1-3-2-1-3-1-3-2-2-3-2-1-3-1-3-1-3-3-2-1-3-3-1-2-3-1。 订队第二 Jerome看 sie process? 0-9-3-2-3-1-3-2-3-1-3-2-2-1-3-1-3-4-1-3-1-3-2-1-3-2-3-2-3-1-3-1-2-1-3-1.